完美 唉呀! 行了 好 看一看了 應該來了 好 這戰是死掉後會發放的 一戰看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最新的 任馬祖姓 覺醒修復之後會如何 新增的就是水蛇座誌 有什麼不同呢 當然先看看射手座 射手座 看看他激活之後 叫英靈消勢角 如果人馬座死了之後 會按比例 還吸取的100%攻擊力 其實這招沒什麼特別 當我們覺醒後 這樣就特別了 待會會試給大家看 受到致命傷時 有100%的機率 會激發射手座的靈魂 將所有小宇宙集中在黃金利戰 隨機射向一名敵人單位 不消耗能量 對其造成700%的物理傷害 受到其威力的波及 敵人其他單位等同受原子 閃電光速拳的80%的物理傷害 並按照龜環所吸取的100%攻擊力 所產生擊殺 古墓我們自己方的鬥士 每擊殺一名的敵方鬥士 就可以立即提升我們全體的20%物理攻擊 連續兩個回合 其實強了很多 即是怎樣呢 類似星矢死後 抱著人從上面跳下來的 總之死後會有很大的同歸爾進效果 可以試給大家看 另外就是水蛇座 水蛇座有少許的新增 當然你預算A就不會強很多 強成怎樣呢 就是如果一等的時候 就會提升80%的速度 再加20 如果再升爆上去 其實會更多 我們可以看看 嗯... 先看看射手座 射手座應該是一樣的 我們先看看技能 技能 對了 升爆後有700% 另外80% 提高20%的攻擊 如果還沒升爆的時候 其實只有300% 按道理 無論如何都要升 看你自己喜歡 我自己當然覺得這招技 其實升到3%已經有很大的威力 500% 有70%的攻擊 即是會波及其他的敵方鬥士 而水蛇座又是有少許不同的 水蛇座剛才只是看一技 如果升爆後就不同了 看看水蛇座在這裡 水蛇座市 看看技能方面 技能方面 如果我們升爆了這招 它會加100%的速度 以及加40%的速度 其實是加多40速 額外 覺醒之後就有這個效果 我們就用金冰河 彈光給射手座 看看射手座死後會怎樣 好 其實我是比較擔心天蠍座 我們直接弄天蠍座 看看能否可以 一戰看看能否射死他 當然了 黃金冰河就放進射手座 其實只要他死的 純粹看看他死了的效果 我們就去射天蠍座 好 5萬多 加上黃金冰河 剛剛好倒楣 沒辦法了 因為我帶的角色 物攻只有2隻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爆擊的話 這樣會不會死人 因為我5隻角色都放出來了 紫龍這裡... 其實我覺得可以先弄下6分2 如果說我們這隻... 如果我們這隻射手座死了的話 我覺得是蠻嚴重的 但是沒辦法 讓大家看 我們就需要先殺掉射手座 犧牲射手座才能看到最後一招 來 我們放進射手座 然後打開射手的黏動力 好 看看對面的... 神子龍可不可以打死我們 射手... 不行的 差一點點 這裡我們需要最後回合才能動 基本上他就死定了 倒不如出這個... 我試試出吸引 看看能不能打 即是他會打哪一招呢 對... 紫龍和這隻射手都級 對... 雖然這招有點怪怪的 不過沒關係 好 鎖掉了我們的任馬 差不多死定了 好 死定了 任馬 咦... 咦...可以了 好 看看這招 應該來吧 好 這招是死後會發放的 一招你見到射死了一招 其餘那招是扣了少許傷害的 我覺得其實也算不錯的 啊... 你以現階段來用 會不會強了很多呢 我又覺得未必會強了很多 但是... 已經可以讓射手座再登場 如果你說新手的朋友的話 對嗎 起碼會多了一個輸出 雖然你被人集火 但是你集火之後 你可以做一個奮力的銅鎭依進 我覺得還可以的 我們沒得選擇了 這裏我們嘗試用盧山白龍霸 有什麼可以打呢 好 看看能夠做多少 應該能夠做到不太多的輸出 看見 兩個阿冰河加上神子龍 其實都能夠做出輸出 我覺得還可以的 對啦 但是... 我比較擔心 童虎製造盧山白龍霸 繼續 讓冰河動 其實這裏我們季季都可以直接扔掉 已經拿爆了的能量 我對面也有盧山白龍霸 應該是打到紫龍道 其實不扣血 所以做反擊5,000多 這裏我們也可以再打一次 好 再打一次 OK 再搞定一隻 好 對面反擊 嘩 這下路山白龍霸 好 射到紫龍道 是能撐住的 嘩 再爆一次 這下不撐住了 OK 那有九條龍 嘗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直接做瓜師傅 嘩 又來 好 嘩 聖劍 打一萬了 好 受死吧 師傅 扣多少呢 這裏儲滿了我們的魂 嘩 差一點點 冰河來吧 OK 搞定 哈哈 冰河再收拾 這樣就成功了 成劍 好 好 對面的紫龍不斷地打過來 但是 扣不太多 再做一個反擊 我們這裏嘗試一下 匯血 匯了九萬 我覺得都挺瘋的 好 繼續 不斷硬吃牠的盧山白龍伯 扣多少呢 哦 已經開始扣不太多了 不過我這邊其實都沒有龍魂 打對面也未必扣得多 不過還可以的 因為始終把冰河扣在這裡 冰河做過連動 其實可以撿回雞 不過這裏就完成了 撿不到雞了 冰河 他每回合提升25%的攻擊力 所以越打越厲害 這裏就有5隻 就完成對面的6隻 當然了 對面的6隻 其實也排得不太好 不過完美地試試射手座 究竟有多瘋 當你死了那一刻 如果說磨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沒什麼血 如果射手座死了 其實可以做到一個 挺震撼的 同歸於盡的輸出 所以我覺得 射手座是否一定要做聖衣覺醒呢 我自己覺得比起其他角色 會... 也... 即是比起沙加卡妙 好像會玩得更爽 這次的黃金利戰 大概這樣吧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讓大家了解 看到射手座之後的覺醒會如何 這也是體驗服 到時真正推出的時候 不知道會變得如何 那... 盡量讓大家了解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喜歡的請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拜拜